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伊朗总统莱希 外交部长阿普杜拉西安等官员搭乘的直升机 5月19号 在浓雾弥漫的伊朗西北部山区发生空难 机场全员罹难 伊朗官方说法是事发当地天气恶劣 再加上浓雾导致意外 这起事故很可能是直升机在浓雾中撞上山坡 或者是迫降失败坠毁了 美国周一表示 莱希乘坐的直升机坠毁后 伊朗向美国提出援助请求 但因为后勤原因 美国无法接受伊朗的请求 华盛顿对空难事件表示哀悼 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之后 一直极端仇视美国和伊斯列 但这次却向美国发出援助请求 显然不同寻常 这起事物中坠毁的直升机 是美国制造的贝尔212直升机 这架直升机应该是1970年代末 伊斯兰革命之前引进的 机灵应该超过40年 贝尔212是军用UHE直升机的升级版 最初是贝尔直升机公司为加拿大军方研发的中型直升机 在1968年首飞 共有13个国家使用 这款重型直升机以稳定的性能和优秀的安全记录著称 贝尔212直升机采用了两台涡洲发动机 可以容纳15个座位 包括一名机组成员和14名乘客 能够满足各种载人货运等需求 从各种报道来看 莱希很喜欢做直升机出行 这可能与伊朗多山道路情况不佳的国情有关 而乘坐的机型方面 莱希较早的时候曾经乘坐过米8米171 但他当上总统之后 就只蹭坐蓝白涂装的贝尔212 很显然贝尔212可能是伊朗总统的专机 虽然伊朗与美国敌对 并受到美国制裁 无法获得技术支持 也难以获得备用零部件 但伊朗仍然继续使用美国军机 而且还是空军的主力 伊朗在巴列威王朝时期 也就是1925年到1979年之间 与美国和西方关系良好 伊朗是重要的产油国财力雄厚 曾经大量购买美国先进战机和武器 建立起了强大的军力 伊朗空军目前仍然在使用的 F-14熊猫 F-4鬼怪 F-5虎式战斗机 C-130大力闪运输机 P-3反潜巡逻机 CH-47支弩干直升机 都是巴列威王朝时期购买的 现在已经使用超过40年 在伊斯兰革命之后 伊朗与美国断交 不过伊朗并不太欣赏苏式战斗机 即使美支战机老旧 而且缺少零部件 仍然被伊朗空军视为珍宝 担当主力 特别是F-14熊猫和F-4鬼怪 作为补充 伊朗向俄罗斯购买了 36架米格29A轻型战斗机 和36架苏24MK战斗轰炸机 最近伊朗又决定 演进24架俄国的苏35 伊朗空军爱用美国的F-14和F-4是有原因的 F-14熊猫被称为世界最美的战斗机 曾经是美国海军的主力 F-4鬼怪2也是1960年代的巅峰之作 是比F-16产量还高的多用途战机 F-14是航空迷最喜爱的经典战机之一 可能主要是因为当年捍卫战士 Top Gun电影成功的效果 它是美国哥鲁曼飞机公司研发的一款 可变后略翼双座空优舰的战斗机 1974年9月进入美国海军服役 2006年从美军退役 F-14不仅擅长禁具缠斗 还拥有强大的超视距攻击能力 F-14是可变后略翼的代表机型 但可变后略翼结构复杂 重量大 后勤维护困难成本也高 F-14搭载的AWG-9雷达 拥有当时一流的性能 可以探测到213公里外战斗机大小的目标 可以同时追踪24个目标 并引导6枚凤凰导弹攻击6个目标 伊朗最看重F-14的地方 就是AM-54凤凰导弹了 凤凰是世界上第一款主动雷达制导的 远距空空导弹 具有高达4.4马克的最高速度和机长的射程 在1972年的测试中 凤凰导弹曾经击中了202公里外的靶机 因为凤凰导弹非常重 而且需要额外的冷却液 准备工作 繁琐耗时 所以美国海军并不太喜欢用凤凰 反而更喜欢用射程短一些 但轻巧方便的AM-7麻雀导弹 不过凤凰导弹在伊朗空军手里 可是红得发紫的武器了 在两翼战争中 伊朗的F-14将凤凰导弹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根据伊朗空军的说法 凤凰导弹攻击落了近百架伊拉克战机 是战果最多的导弹 当然这些成绩都是伊朗单方面宣布的 虽然可能有不少水分 但也可以看出伊朗空军对凤凰导弹的喜爱 F-4鬼鬼2最初是由麦克唐纳公司 为美国海军研发的舰载战斗机 但后来成为海空军通用机种 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的主力战机 F-4从1958年量产到1981年停产 总产量高达5195架 F-4是双座双发超音速战斗机 配备了两台J79涡轮喷气发动机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2.23马赫 最大起背重量达到了27吨 F-4E使用了AN-APQ-120雷达 具备空空和空地工作模式 具有一定的下尸能力 F-4共有9个外挂架 最大外挂重量达到8.5吨 可以挂载的武器包括 AM-9香尾蛇空对空导弹 AGM-45百蛇鸟反辐射导弹 AGM-65小牛空对地导弹 以及制导非制导炸弹和火箭弹等等 F-4最大的缺点是大洋角操控性不好 很容易失控和进入尾旋 进入尾旋后不容易改出 造成了很多事故 虽然其他国家的F-4已经基本都退役了 但伊朗目前好像还有60多架可用 仍然是对地攻击的主力 在后级无人的情况下 可能还要继续服役下去 伊朗一直使用美国制造的28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 而没有引进苏俄相同级别的运输机 不过异军的C-130发生过两起重大空难 一次死亡人数都超过80人 伊朗使用的美国军机机灵都超过40年 面临着更新换代的问题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请继续关注应一顿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 请继续关注应一顿节目